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期视频我教大家通过半瓦工官方的PIN检测 来检测IP的可用性 我这里准备了两个IP 我刚部署了两台服务器 一台是法兰克服的,这台是没被抢的 一台是日本的,日本这台是被抢的 我们把它的IP复制粘贴到PIN 半瓦工的这个地方 当我们打开这个网站时 把它的IP粘贴到这个地方 之后点右边的Go 这台是日本的被抢的 这台是日本的被抢的 这个网站测试的效果非常的准确的 是半瓦工官方出品的一个PIN检测 非常的好 这个怎么用呢 当我们输入IP点Go 我们往最底部拉 我们主要看最底部的这个就行了 就是 C-A-C-I-N-A 这个地方 开头的这个地方 如果说开头的这个地方 它显示的是这个 我鼓包动的这个地方 它显示的是红色的 没有啊这些样的绿色的绿色的说明它就变得通了红色的说明已经是这个IP被抢了 这台是日本的反复的这台我给大家测试一下这台是没被抢了 我另外打开一个页面把它暂贴下来之后点购 点购之后你就不用管它了往下拉 这个网页个别时候打开需要等一下的 他测的非常的准确的这里还有一个标准的 中国标准的时间 中国标准时间好大家有没有看发现一个问题 稍稍的这个地方 没有被抢了它就是这样的有绿色的 只有一小部分的是红色的这个是正常的正常的IP 和被抢了相差非常大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已经是完全被抢了一个IP了 显着红色的根本就听不懂了 这个是变得通了 我们再用这个IP检测这个网站再测试一下 我们先测试这个能变得通了 同样的在这里他也是变得通了并没有显示超时 变得通了这个是变得通了这里没有显示超时 我们再变得通了我们再变得通了我们再变得通了 我们再变得通了刚才这个被抢了这个日本了 这个地方显示超时的 这个网址我会贴在视频简介消防这个就办法官方出品了 非常的好他测试的相当的准确的如果说你的IP动论不了那么你 拼拼在这个地方 最底部这个地方传统都是红色的那么这个IP是被抢了 或者你可以用电脑的CMD 打开运行电话公司用CMD点 确认确定 之后我们输入英文小写的PING空格 把IP地址暂停下来按一下右键就暂停了之后 不错 请求超时哦 当他出现请求超时是说明这个IP就是被抢了一个IP啊 就是被抢了 没有显示超时的就是没被抢了我们再换那个IP测试一下 这个是被抢了一个IP我们再重新测试一个 等他出来一个CMD这个一闪一闪说明已经跑完了可以再拼另外一个 同样的还是英文小写BIMG空格按照键把IP粘贴之后回车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没被抢了他是拼得通的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就恢复了就恢复了 来自这个的恢复了 还有他的时间时间是这个就是他的延迟了 丢四为零这个丢四为四啊 说明 IP是被抢了 好谢谢大家 我看你们的项目有多高标 现在你们从里面看 他说明以后 我们可以试试一下 我们来的地方 这边的时候是对位 我们来好 我们来看